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就要來分享一下我們 DaVinci Resolve 調色 那我們今天就單純開心玩調色 然後做一點實驗 看一看我們可以變出怎麼樣的效果 那我們就直接來調色吧 OK!那我們就來了我們 DaVinci Resolve 那我們就直接來到調色介面裡面 那我們今天要來調色就是這個產品的特寫畫面 有一些介紹啊 然後分享它的特寫的部分 那我們打的顏色呢 是一個大概是170度色相的色燈 打在左邊 然後另外一盞小小的燈 它是在3200K 然後就是看我想要拍攝哪裡 然後把它放到哪裡去 那今天呢我們又要繼續玩 我們的Dehancer Pro底片模擬的插件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第二個塗層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塗層先做色彩匹配 那我們就把我們整體的亮度再提亮一些些 讓整體的亮度拉起來 讓陰影不要快要碰到底部 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快速把我們Dehancer Pro拉進來 直接調整一下我們的色彩空間一下 那我今天想要玩的底片模擬 我想要玩一下我們的Coda Vision 3 就是拍電靈的底片 就稍微玩一下啦 就管它了 那我們最後來到我們的Colorhead 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色彩平衡 因為我們是色燈 那我們就只能用那個3200K的燈 來做一個基準 然後我們就是大概調一下我們的色相 那這個部分就看個人喜好 我自己是想要讓它變成比較黃一點點 比較暖和一點點 讓那個3200K的燈再延伸多一點點 我們就把它稍微調黃一點點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的Film Grain關掉 因為不想要有我們粗糙的影像品質的感覺 那我們把Helation跟Bloom都打開 這兩個我覺得會讓影像看起來有點夢幻 有點像是黑柔膠的感覺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數值 那我們先來調整一下我們的Helation 那我們就放大看一下我們的任何東西的邊緣 只要開啟它就會有一點紅紅紅紅的在任何東西的邊緣上面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效果好像有點太多了 如果在80% 那我們就把它降低一點 可能把它降到20%之類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調整一下我們的Bloom 那Bloom呢這個效果就有點像是黑柔膠 就是模擬黑柔膠的概念 就是讓你的影像變朦朧變模糊 讓它變得不太銳利 讓高光有點散開來的感覺 OK那效果增加完 我們最後來到我們的Print的部分 就是放向的部分 那我想要讓我的照片稍微再曝光多一點點 然後讓我們的對比增強一點點 那我們再稍微玩一下我們底片的顏色 那我看一看到底要過度曝光還是曝光不足的顏色 我覺得過度曝光還是好了一些些 那我們再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色彩平衡 然後看起來就差不多 那我們就直接把所有的顏色複製貼上到所有同一個場景拍攝的畫面當中 那我們再來稍微微調一下我們第一個色彩匹配的部分 就可能調整一下曝光啊 我們的高光有一些已經爆炸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拉回來一些些 然後我們中間調也可以把它提升一些些 讓陰影看起來有更多的細節 那我們就稍微看一下我們的 before 跟 after 就是一個暗淡的畫面變成一個看起來有點繽紛的畫面 就差距還蠻大的這個神奇的底片 那我們那一個色燈一百七十度色相的那個顏色 就因為加了我們底片模擬 讓它的顏色又更凸顯了很多很多 看起來就是又更吸引人一點點 那我們就大致給大家看一下所有的調色片段 那我們最後這一支影片其實已經剪出來 它是我們的YC幼年電動華怪開箱分享影片 那我會放在下方連結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OK 之後我們今天有打色燈的調色效果 那我覺得看起來還蠻讚的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調色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